感恩南無大慈大悲 觀世音菩薩 你朗誦啊 好好講話 感恩魯君洪台長 感恩世界佛友同兄們 師兄們 給我這次看圖騰的機會 我自己的業障自己悲 台長 您辛苦了 我是1985年的老鼠 想看什麼 身體 長東西了 聽得懂嗎 腸胃上 非常不好 這一段 經常渾身痠痛 腰不好 對 小便不好 對 你惹靈性你知道嗎 來了 上去了 來了 看見嗎 鬼上身了 看見了嗎 嚇死你們了吧 第一次看見上身了吧 你不要 你不要 好了 你有什麼話要跟台長講嗎 我想請問 身上的靈性是誰 是誰 上輩子你欠人家的 聽得懂了嗎 他搞你呀 他搞你呀 他不停地打你呀 他是男的還是女的 男的 大家看到了吧 說上身就上身的 看見了嗎 你現在好好念經不念經啊 念的 你想還他債嗎 想 現在他我告訴你 他在你身上非常難過 為什麼 你欠了他很多債 他要弄你 你 經常晚上 在床上弄你 聽得懂嗎 看見不了 我每天都很害怕 你現在知道了 現在他這個靈性還沒出來 出來 還有 我經常碰到就是 當場的 就是當場靈魂上身的話 他還出來跟我講話 因為他知道台長是誰 嗯 嗯 現在他弄你呀 你現在趕緊說呀 念小房子 南無大慈大悲 觀世音菩薩慈悲救度我 你看見嗎 這是靈魂講話了 看見了嗎 聲音不一樣 觀世音菩薩 你知道我是誰嗎 南無大慈大悲 觀世音菩薩 你要我救你的話 你要我救你的話 你能不能夠讓他幫你念小房子啊 能不能讓他幫你念小房子啊 能不能讓他幫你念小房子啊 你不要他念啊 你不要他念 你怎麼離開他身體呢 你能不能原諒他 他上輩子是不好啊 他上輩子不好 你原諒他可以不可以啊 那麼你給台長一點面子啊 你知道菩薩來了 你能不能讓他念小房子 還還你的債啊 那你這樣吧 你先當了這麼多的面 你可以打他幾下吧 出出氣 打完了之後 讓他給你念小房子可以嗎 你還想不想啊 算了 他已經被你搞得很苦了 他在打他 他現在在打他 他現在在打他 好了 好了 算了 在台長面前不要打他了 好嗎 你能不能讓他幫你念小房子啊 你能不能讓他幫你念小房子啊 好了 讓他念吧 你知道他上輩子欠你什麼 你也知道 所以你也不要還債 還得太多 還得太多 下輩子他又來報復你 冤冤相報何時了啊 你要聽台長的話 你現在能不能暫時先離開他一會兒 我答應 讓他給你念八百張小房子 你同意不同意啊 算了 給他個面子吧 念八百張小房子好不好啊 聽話吧 好嗎 先離開好嗎 啊 先出去啊 還給他 先還原吧 還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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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先不要搞他 先暫時不要搞他了 哦 啊 給菩薩一點面子了 哦 好吧 台長會 讓他好好念經的 嗯 好了 嗯 好了 好了 你回來了 喂 你回來了 你給他念八百張小房子 聽得懂嗎 嗯 看見嗎 聲音閉眼了吧 好了 好了 台長 我 我錢是 是誰 為什麼會錢他 錢是 害人 聽不懂啊 感情上騙人 這輩子你又騙了 所以這輩子人家來要在了 聽得懂嗎 嗯 那嗯 我要放生多少條魚 放生啊 放生啊 放生吧 隨緣吧 三千條 最主要的問題 你自己一定要念經 還債他債 你如果不還債他債 他要把你拉走 我管不了的 你聽得懂了嗎 嗯 他已經給我面子了 他離開你的現在 但是你一定要好好念經 聽得懂嗎 嗯 你知道他告訴我 你天天受他的這樣的折磨 你知道嗎 嗯 你自己難過不難過了 非常痛苦 非常痛苦 長得好看有什麼用了 要你死你馬上就死掉了 聽得懂嗎 我沒覺得自己好看 我覺得自己特別醜 很自卑 你自卑 那就是因為你的上輩子 聽得懂了嗎 上輩子不要欠人家的 好了 答應他 八百張小房子 你答應 念不念 念 好了 跟我沒關係的 台長 否則我麻煩了 台長 我那個 33歲 的關節 就是去年 離婚 那個 離婚也是他弄的 聽得懂嗎 對 對 因為 他就會讓你 他就讓你的老公不要你 而且讓你老公看到你在外面 有其他男人 實際上你跟其他男人 又沒特別好 沒有 他就讓你老公看到了你跟其他男人 好像很好 對不對 對 特別多的誤會 特別對 對 都不知道台長是誰啊 三天兩頭打架 現在知道了嗎 嗯 就是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我前夫那個 他不讓我帶孩子 我該怎麼化解呢 前夫不讓你帶孩子 還有三年 三年之後 他就把孩子還給你了 因為三年之後 你的前夫還會有另外的女人 他是已經有了才突然 還會有 聽得懂嗎 就是我 我現在就是只想學佛 不想有這些男女知識 我就是想 你現在 現在還來得及 好好許願吧 聽得懂嗎 哎 真可憐呢 所以人到了這種時候 才學佛來得及了 早一點呢 像你們現在很多人 還沒有像他這種情況 趕緊學佛 就永遠不會有這種情況了 你們現在如果沒有生癌症的人 現在趕快念經拜佛 保證不生癌症啊 求菩薩的人啊 台長 我應該是要念什麼經 然後 大悲咒 心經 禮佛 我說念什麼經才能 就是 讓我的前夫能夠 回來 不行 不是回來 你不要 我不想有人間這些 念解節奏呀 我也不知道會不會回來 解節奏就是化解惡緣 惡緣沒了 那你以後善緣就有了 聽得懂嗎 我不想就是在人間 跟就是 好啦 從明天開始不要穿黑衣服了 換白衣服穿 聽得懂嗎 我是什麼白色的老鼠 對 你在穿黑衣服 像個幽靈了 那我的業障比例是 你要是今天台長不在這裡 你剛剛這幾個動作一做 他們下了全部跑掉了 台長 我可不可以問我家佛台那個菩薩有來過嗎 神 護法神來過 就是上輩子你拜過的一個神 菩薩沒來 你好像還放了一個觀世音菩薩 就是東方台的 觀世音菩薩 菩薩沒來啊 南京菩薩全都共了 你好好念經啊 你要從明天開始穿白衣服啊 我就跟你講了 不要弄得像個幽靈一樣 好好的做人 台長剛剛已經給你加持過了 那個人 現在你只要念經 他就不來搞你 你一不念經 他就搞你 聽得懂了嗎 台長 我好多次 是不是我身上的要經者 就是冒充菩薩來捉弄我 是的 你以為是菩薩 就是要經者 你不要再這麼神經叨叨了 聽得懂嗎 嗯 好好念經啦 好好做你的人吧 好了 台長 就是要那個 還有我打胎的孩子 要擠著小房子 你打胎了兩個 對 還要念五十六張 每個孩子五十六張 兩個五十六張 好了 嗯 好了嗎 台長 可不可以再貪心一下 問一個完人啊 趕快啦 零 你站起來好吧 你不站起來的話 我幫你背 我自己的業章自己背 感恩台長 感恩台長 你講啊 王仁叫什麼名字啊 林日珍我爺爺 叫什麼 酸木林 日子的日 珍就是那個土字 第二個什麼字啊 日子的日 啊 林日 珍是那個土字盤一個 就是那個 就是曾經那個 就是曾經那個 一邊的那個 曾 什麼什麼什麼 喂 去看看 師父是 增加的增 對增長的增 零 第二個什麼字啊 第二個又忘記了 日子的日 林日珍 對 爺爺是吧 對 嗯很遠 你的爺爺曾經修過西方教的 就西方教 他現在在像阿修羅道一樣的地方 你爺爺過去有沒有修過 比方說這種 他沒有修 但是他是個任勞任怨的好爺爺 不是啊 他跟西方教接觸過沒有啊 就是比方說基督啊 教啊 天主教啊 沒有他就是一個農民 他的親戚朋友當中有沒有一個 西方教的跟他關係很好的 我太小了 你不知道 他把他帶到西方教裡去過 他現在這個位子就是在西方教裡邊的 像那個阿修羅道一樣 好了 感恩 南無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 感恩台長 看見好了不啦 看見好了不啦 謝謝